大家好 这两天奥斯坎以后 杨子雄回到了家乡马来西亚 拿着小金人祭祖 这些新闻引起了众多人的感慨 大家纷纷贊问他说 你看保持了华人的传统美德 拿着小金人回家扫墓 光宗耀祖 并且说 这杨子雄之所以这么多年不畏艰险 一直坚持自己的事业 并在61岁喜提奥斯卡桂冠 其中最大的运动力就是 源于华人的传统信念 光宗耀祖 当然 这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就觉得 一个人做事 尤其像杨子雄这样 由企业的大老板做事 核心的运动力应该是造福一方 推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而光宗耀祖属于 方建社会遗留的落后思想 为了他归结于他成功的运动力 对此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首先 中国传统化当中 光宗耀祖的内涵 最根本的初衷 还是出于对父母家人的爱 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这其实是华人祖先崇拜的一个根基 当然了一个人 尤其是商界人士 在经商的过程当中 可能最初的原动力就是光宗耀祖 帮着父母实现他们没有实践的愿望 但是当他们事业做大的时候 那事业的原动力就更加的宏大了 由光宗耀祖升华为家国秦怀 有了造福一方这些民族企业这种特别宏大的理想 其实啊 从杨子琼的经验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首先呢 他事业的成功啊 的确是带动了整个家族的事业 其实啊 杨子琼呢 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明星啊 而是一个制片人 那就相当于一个企业强啊 而他的丈夫呢 是大名敌敌的法拉利机车的董事啊 父母呢 在马来西亚经商啊 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知名 那他的父亲杨建德在世的时候啊 在马来西亚呢 就特别的有影响力 那去世的时候啊 就连首相阿多斯里纳吉啊 都亲自向他的家人慰问 其次啊 从精神层面的影响力来看啊 杨子琼的成功呢 也引起了超级震撼 一方面啊 他对整个华人世界的影响和激励作用啊 是不容小觑的 那另一方面呢 对于他的家乡啊 马来西亚人的鼓呢 也达到了极致 据说啊 当听说他获得奥斯卡影后以后啊 国人呢 纷纷要求呢 要效仿沙特 因为沙特的国家队啊 战胜阿根廷以后呢 全国是放假一天来庆祝啊 后来呢 官方啊 不得不出遍辟谣啊 就说了 说我们不效仿沙特啊 没有放假 由此呢 我们可以看出啊 杨子琼的事业成功呢 不但是光宗耀族 也实践了自己的家国情怀